在靠天吃飯的花蓮浴裡 貴妹早出晚歸四處打零工 一個月平均賺一萬五 生活很吃緊 一禮拜做三十天這樣 後來五百天也有 貴妹的老公建宗兼差當司機 婚前是長輩眼中的老實人 婚後卻走了樣 四個小孩都是靠貴妹打零工養大的 她忙他們的 和我忙我的又不一樣 母親不要做老婆 母親做老婆 還好貴妹的四個孩子很懂事 平時會自動做家事 假日也會打零工貼補家用 沒做就沒有膳炸 為了減輕媽媽的負擔 愛體育的千惠千禧 還選擇住校發展體育專長 8號全都賺點錢回家 讓我們家裡有好過的 面對經濟困境 這家人是如何樂觀面對 建宗有可能回歸家庭 不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嗎 週五晚上九點 全家忙碌的零工家庭 就在公視頻道 誰來晚餐 好帥喔 再見